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10月22日的粤语新闻节目 我是胡海文 先跟大家讲讲今天的新闻提摇 拜登在一个访问之中公开承诺会捍卫台湾 罢工官员说这个意思是指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变过 李云迪嫖娼一事涉嫌被官方炒作转移焦点 民间就对官方的无逢监控非常不满 香港政府在下个月开始强制进入政府建筑物的人 必须要安装安心出行的应用程式 被质疑是为大陆的通关马铺路 NBA球星坎特批评中国政府在西藏进行文化种族灭绝 他和他的球队随即被中共封杀 详细的新闻内容 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四 在CNN节目上回应如果中国攻击台湾 美国是否会捍卫的时候说 对我们有此承诺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国安回应指 感谢拜登总统重申美国对台湾的一贯承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警告美国 不要低估14亿国人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和能力 由中广正在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参加有线电视新闻网节目的时候 被主持人问到中国如果攻台 美国是否会防卫台湾 拜登回答会 并表示我们对此有承诺 在台北外交部发言人欧国安表示 对拜登在电视节目中 肯定表达美国对捍卫台湾具有承诺表达感谢 我们看到中国军事扩张跟挑衅的行径 已经使美国以及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高度警觉 我国政府我们会持续地加强自我的防卫能力 来全力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的制度 我们的国家安全还有人民的福祉 同时我们也会跟美国以及其他里面相近国家 来深化合作 共同促进台湾海峡 还有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跟繁荣 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 注意到拜登总统的相关谈话 从拜登上任以来 美国政府便持续以实际行动 展现对台湾坚弱盆石的支持 张敦涵强调台湾的立场始终如一 就是遇到压力不恶服得到支持不冒进 台湾会展现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 并持续与理念相近国家 共同为台海及印太区域和平稳定贡献良善力量 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认为 这是美国总统承诺协防台湾的重大宣示 并将台湾的安全定位 比以为北洋、日本和韩国 时间一拜四拜登再一次确认 他不只提到北约创始条约第五条 把台湾比拟作北约以及韩国、日本军事同盟国 当遭遇中共攻击的时候 美国一定会协防台湾 黄定宇指出 这是美国从过去战略模糊 再一次由他们的国家元首 提出最清晰的战略清晰说法 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政治局势 还是保持着战略模糊 但是对区域安全的态势 军事安全的态势 已经走向战略清晰 把这个状态看看欧洲议会 极大选速比例通过的 全面跟台湾政治经济的交流 以及日本在十月初 修正的国家安全策略里面 都看得到异取同工的部分 所以这是美国政府对于台湾 面对中国武力威胁 最直接最明确的一次说法 也就是中共武力犯态 美军会协防台湾 白官一名官员随后再度说明 拜登有关台湾的评论表示 拜登所言并非宣布 美国的政策有任何变化 他们的政策没有变化 这名官员表示 美台之间的防务关系 以台湾关系法为依归 美国会根据台湾关系法理行承诺 并将继续支持台湾自我防卫 也会持续反对任何单方面 片面改变现状 自由亚洲电台 中广正台北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在星期五说 在台湾问题上 美国延续力任政府的做法 以一中为前提 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该表达教美国总统拜登 在较早前 在同样问题上的回答相对温和 拜登一日之前明确表示 如果中共武统台湾 美国必须按承诺协防 有评论就认为 拜登的言论反映 自由民主世界抗衡中共极权的意志 但也有观察分析 美台未具备军事合作的条件 相关承诺现阶段难以兑现 正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布鲁塞尔 出席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星期五在记者会上就台湾问题表示 正如力任政府的做法 美国在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之下 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包括向台湾提供威力强大的军备 但对于记者提问美军会不会出兵 协防台湾以对抗中国进犯 奥斯丁就拒绝提供清晰的答案 综合外电报道 奥斯丁指出于对台湾的尊重 他不会回答假设性的问题 奥斯丁的回答教拜登在一日之前 在两岸问题上的表态相对远转 拜登星期四在CNN的直播节目之中 被问到假如中共武统台湾 美国会不会协防 拜登的回答干脆利落 他说会我们有这个承诺 有分析指 这个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 美国首度打破模糊 在该问题上明确表达立场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李有谭认为 台湾一直被当作自由民主国家的典范 拜登的表态和对台湾的承诺 反映世界范围内爱好民主自由的人的声音 现在全球自由民主人士 全面觉醒抗共的决心 它代表不只是美国 也代表自由世界全面的觉醒 中共极权专制的危害 不是只有对中国自己人民的打压 不是只有对新疆种族灭绝 对新藏还有香港 中共对台湾的打压 重要的是台湾自由民主表现这么好 对中共来讲如狼翅在背 它非拿下台湾不可 拜登不只代表美国的民意 也代表全世界自由民主人士的民意 拜登在星期四的讲话之中说 全世界包括中俄都清楚 美国拥有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力 他又说不想和中国冷战 但希望中国明白 美国不会退让并且改变任何观点 白宫一名发言人在其后表示 美国并没有改变对台政策 美台的防御关系 仍然是以台湾关系发为依贵 分析人士说 拜登的此番承诺 和以往白宫的战略模糊操持 有明确的推进 但是不是会落实到承诺的具体实施 还是要看具体的军事动态来判断 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明认为 美国政府对台海紧张局势的多次表态 现在只能理解为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导向 落实到军事层面 还需要很多的军事准备工作 以现在的台美的军事交流 肯定完成不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真正落实到对现承诺的阶段 特别是军事方面 还要假以时日 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做一个承诺的话 这必须要从它的实际面作为来看 台湾自从中美建交以来 就没有在台湾驻兵过 快40年没有举行相关的军事联合演示 双方的交流也很少 假设美国真的要遵从拜登总统的指示 全力持援台湾 不管从后勤住宿 还是说战场的共同协训 共同延续等等来判断 我们都看不出来说美军跟台军有做任何准备 如果说今天台湾军方 真的派遣大量的联络官去美国 那就表示我们可能有一些迹象 拜登在今年8月 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专访的时候 曾经说 根据北大西洋公约 美国对北约有集体防卫的承诺 对台湾、日本和韩国都一样 在那次访问之后 美国政府高层官员也都随即表示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星期五 有记者就向和奥斯丁共同出席部长会议的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提问 有关美国总统拜登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论 会不会将北约拖入美中之间的冲突 他就拒绝回应假设性的情况 并且说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减少区域间的紧张势态 呼吁透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纷争和其健 著名钢琴家李云迪 因为嫖娼被北京警方行政拘留 中国音乐家协会和各地官方迅速和他或清界线 但来自民间的舆论就反弹 显示民众对官方的说辞并不卖仗 特别是官方无逢监控知名人士 早已经是管控的常态 也有分析认为每次国内有重大的愚情那时 官方都会抛出这种艺人的丑闻来转移焦点 此外坊间议论说 李云迪之前深授原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喜爱 他现在被人逮捕 也有被定点清除的嫌疑 由黄小山请问报道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星期五 发布一则语言不长的通报声称 39岁的李某迪日前因为嫖娼被行政拘留 但随后来自社交媒体的消息很快传出 当事人是知名艺人 钢琴演奏家李云迪 很快这则消息 也迅速被包括人民日报官方微博 在内的各大官媒证实 只是几个小时之后 中国音乐家协会发布通报声称 李云迪因为嫖娼被阴胁开除 一位资深媒体人向本台表示 李云迪被捕 与官方大数据监控有关 而且他认为 每次国内有重大疫情的时候 官方都会抛出 这种艺人的丑闻 转移焦点 近期在多个新闻议题 例如中共六中全会 要通过历史决议 与中共在山西水灾方面救灾不力等 官方都陷于被动受到批评 而另一位传媒高管也表示 控制知名艺人操控舆论 是官方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 所采用的一贯手法 消息传开之后 李云迪瞬间身败名裂 但让官方尴尬的是 舆论也对警方的做法表示了质疑 多位律师指出 李云迪作为知名艺人 他既没有欺骗女粉丝 更加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潜规则其他艺术院校的女孩 警方以这种所谓道德的名义 对他进行公开示众 这本身就令人反感 关注事件的严律师指 这种尤家时众式的批斗 有违法治精神 按照目前的法律 那已经是违法的相关的法律规定 你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 你该拒留就去留 该发货就发货 但是乃春这种行为 它本质上它还是一种 个人的隐私 你不能说因为它是名人 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隐私公布出来 某种程度上讲 这确实有点像 把他游街市中的味道 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这么一出东西 为什么这个时候 特朗普把他的事情曝光出来 我们就也没办法去评判什么东西 此外坊间议论声称 李云迪之前 深受完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喜欢 并且多次为中共高层演出 一直被视为 言行谨慎的艺人 也都因此获得多个省市的青睐 获兵为城市形象代言人 他的被捕 也有被定点清除的嫌疑 本来记者就此 采访了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 但该机构以他们不是具体办案单位为理由 拒绝正面回应这件事 而中国音乐家协会和朝阳区公安分局都拒绝回应这件事 至今为止 李云迪的亲属和经理人都没有对此置评 本台记者也未能联系上李云迪的父亲 而当局对大数据监控赤字未有提及 警方声称李云迪等人的违法行为 是经朝阳区群众检举而败露 而且警方也进行了长时间的遁守 才最终捉到李云迪等人 但据北京的娱乐记者透露 李云迪所住的豪华社区安保十分严格 外来的人进入社区 必须经过户主的确认 所谓的普通人根本没办法掌握户主 在屋内做什么 加上李云迪之前 是从外地回京之后 在机场被带走 他被捉的证据 是他多次通过微信召计和转账 自由亚洲电台情文报道 香港防疫APP安心出行 推行近一年仍然争议不断 不过港府在星期四 突然宣布下个月开始 所有政府员工和市民 进入政府大楼或者办公厨所 都必须要用安心出行 不能再以填纸仔的方法来代替 措施影响涵盖各区的政府合处 图书馆、体育馆等等 有社工在受访的时候斥责 此举变相剝夺了市民的选择权 而部分基层和露宿者 也恐怕会因为这样 而无法使用政府的服务 民主党就质疑港府出以反议 转贷变强制性 是为中国的通关马铺路 有李志志报道 过去两星期 香港警方四出巡查食市和娱乐场所 多人因为填纸仔不合格而收到告票 或者因为使用虚假安心出行而被捕 香港政府在星期四再宣布收紧措施 由11月1日起 所有政府员工和市民 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 素描场所二维码 才可以获准进入政府大楼和办公厨所 不可以再以不愿意用为由 而拒绝使用安心出行 最值得关注的是 新措施涵盖的场地影响很广 涉及多众市民经常用的政府服务 按照港府上述说法 市民在下月起到博物馆 表演场地 公共图书馆 自修室 泳池和体育馆等 和到政府合处 政府部门带楼 例如到运输署处理续牌 到入境处领取身份证 办理爱庸到港工作申请 到警察总部处理梁文正 到社署申请纵援资助 甚至到邮局记件 都需要使用安心出行 就连食环署的街市理论上都包括在内 至于公立医院的安排 就暂时未有详程 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理事 陈鸿秀向本台说 部分贫穷人士和怒宿者 未必能够负担到上网 和智能手机的费用 担心他们会因为这样 而无法使用政府服务 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凯文 也向本台质疑强制措施的必要性 他说如果港府为了抗疫需要而收紧措施 在过去14天只有一宗本地确诊个案 在不一定使用安心出行的情况之下 都可以维持到本地个案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而且过去公众对程式效用 和私隐保护传有疑问 认为是否有必要因为这样 而加大限制市民的自由 剥削他们的选择权 和使用公共服务的权利呢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在去年11月曾经说 没有计划强制任何地点使用安心出行 港府突然宣布改为强制性措施 对此袁凯文批评港府出现反异 又质疑是主动迎合中国的防疫政策 和为通关马铺路 香港的建制派或者政府 好像警察是这样追逐的那种状态 在这个不正确的情况下 我们做很多无谓的专属 我觉得是很不必要的 香港正和中国当局商讨检疫通关 港府专家顾问许树昌 今月初曾经透露 设立专属通关马是通关的必然条件 相信要实名制 而创科局正研发通关马 市民需要上载疫苗记录和行蹤等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最近也说 如果依赖市民自行申报行蹤 中国当局恐怕不会接受和放心 又相信如果中港的健康码不能接通 会有排断 在新措施之下 只有12岁以下儿童 65岁或以上长者 和使用程式有困难的残疾人士 可以获得豁免 政策局或者部门 另外可以因应情况 豁免个别人士 有关豁免人士仍然可以填表格登记 但所需要的资料就比价格多 不单要填写姓名 联络电话 到访日期和时间 也都要身份证明文件头4个数字或者字母 也都要按场所人员要求展示身份证明文件 和经致电核实电话 港府发言人说 过去措施有个人资料缺漏或者失实的情况 以至出现确诊的时候减低追踪效率和精确度 又说希望能够起大头作用 鼓励私人企业更加广泛使用程式 香港创科局今年8月初公布 安心出行下载量突破500万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自治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最新调查发现 有超过四成香港人打算移民 主要原因是香港的政治不民主 有港人选择离开 也都有人选择留下 在不同位置上的港人应该如何延续信念呢 在一个网络论坛上 流亡港人和流港学者隔空对谈 有吕希报道 中大亚太研究所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 42%的受访香港市民有打算移民 比率和之前两年相似 就是连续三年有超过四成受访者想着移民 至于打算移民的原因 就以政治因素为主 最多受访者认为香港政治不民主 已经没有民主选举 还有不满港府和高官 和认为香港政治争拗太多 香港人权情况变坏 丧失新民自由等等 当去或留 成为港人最大的议题 下一个问题就是 离开的人和留下的人 分别可以为香港做什么呢 在非政府组织亚洲自由民主选举网络 继续举办的亚洲选举机构与官选组织论坛上 留望海外的前香港大专学界 国际事务代表团成员邵南 和前香港立法会议员 香港济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副教授陈嘉乐 就香港民主倒退的情况 隔空对话 刚刚在雅典抗议北京东奥而被捕 现在已经获释回了美国的邵南 向全球议会者 详细香港近年一个个民主倒退的事例 他说显示中共不会履行国际承诺 赋予各国切实执行马格尼茨基法案 制裁侵害人权的中港官员 目前我们只是看到美国实施了制裁 但是我们还期待英国、加拿大、澳洲等 主要国际社会持份者的回应 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该从香港过去两年的情况 吸取教训 中共是对全球安全、国际秩序的威胁 而不单止是对香港构成威胁 已根据港区国安法 请求外国对香港或中国进行制裁 即属违法 目前也只有流亡港人 可以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制裁中港官员 邵南也以19年反送中运动的宗旨 呼吁全球港人继续奋战 这样再次提醒我们在2019年民主运动时秉持的宗旨 就是没有领袖、如水灵活 即使没有机构和组织 我相信在香港或者海外的每一个港人 都可以继续组织活动和作出贡献 延续我们在2019年建立的力量 以作为留下的人 前香港立法会议员 香港镇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 就详述香港选举制度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说香港从来都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 播过去民主进程一直缓慢前行当中 大到现在 官员口中所谓的高质素民主新时代 已经沦为笑话和谎言 他坦然 现在是时候放弃透过民主选举进入体制 监察政府官员的想象 播过他说 那不代表港人就应该从此低头禁声 而应该回归社区关注基层议题 当我们讲到基层议题 那当然是有很多的 由城市规划去到屋苑的管理 去到地区环保议题 对于坚持价值的人 总是会有很多值得关注的议题 现在的公民团体不是自我解散 就是被迫关闭 但是 这个也是机会 令到我们的公民社会重生 陈家洛形容香港正走向专制极权 就连司法系统 也逐步失衡威权社会的 验刑进发管制 和具以欧洲国家 被共产极权统治的历史为例 勉励港人要克服恐惧 我觉得我们正在学习 怎样有逻辑 而且有意识地 应对恐惧 我觉得 还有民主梦的港人 会有机会再站出来 更加好地应对恐惧 到最后 当香港大部分人 仍然对民主的进程非常坚定 那么 谁会更加恐惧呢 他说 即使现全民主派政党 难以再通过选举进入体制 仍然可以继续在议会外面 凝聚人心 坚守价值 以及拳追想看到的 正正是人民停止讨论 停止聚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吕希英国伦敦报导 中国政府的土地销售 连续第二个月下滑 因为在收紧对新借款的规定之后 私人发展商的需求进一步减弱 这个为依赖土地拍马 而获得收入的地方政府 增加了压力 根据路透社对中国财政部 星期五公布的数据计算 9月份 中国全国土地销售金额 同比下降11.15%至5703亿元人民币 8月份 销售额下降了17.5% 在开发商的疯狂竞标之下 2020年的土地销售额 约升至8万4千亿元 创纪录的销售 相当于澳大利亚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一年之间 支撑了财政预算 稳定了地方经济 与此同时 中国对恒大集团等等开发商负债的担忧加剧 导致中国政府在去年8月推出所谓的三条红线 1.房企剔除预收款项之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 2.房企的正负债率不得大于100% 3.房企的现金或短期债比不得少于1 不达标的会影响新融资 今年更严格的融资环境为该行业带来了阴影 资金贵乏的房地产公司暂停了新项目 并缩减了由地方政府购买的土地规模 财政部在星期五的数据显示 2021年前9个月 政府土地销售收入增长8.7% 达到53,634亿元 比起1月至8月的12.7%增长放缓 中国证券时报在星期五报道 中国恒大在星期四将一笔9月23日到期的公开市场美元债利息 8,350万美元汇入售托人花旗银行账户 将会在10月23日宽限期到期之前 支付给该笔债券的各持有人 但中国恒大发出公告 表示无法保证能够继续履行融资 和其他合同之下的财务仪务 由方德浩潘家晴报道 市场对恒大常还8,350万美元公务债券利息的消息 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但恒大的长期前景仍然不明确 该公司的债务仍高达3,000亿美元 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2% 恒大集团在香港的股价 在周五收市报2.69港元 上涨4.26% 《证券时报》周五的报道 没有说到恒大如何支付利息融资 或者有没有政府介入 分析师早前淡化了中国政府将介入救助的想法 说恒大的倒闭 将对其他过度借贷的公司起到警示作用 美国《华盛顿邮报》周五引述 《柳玉一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莫伦说 虽然这个显然是积极的一步 但人们希望看到一个可行的下一步付款计划 不过基本问题仍然存在 需要得到解决 但中国恒大于周五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公告 只考虑到改善流动性的困难 挑战和不确定性 中国恒大无法保证能够履行融资 和其他合同下的财务义务 在今星期 中国政府一直在安抚公众 高级官员站出来港事件扩大的风险是可控的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央行行长逸刚等人都说到恒大 那么多中国领导人公开讨论一家公司的困境 实属罕见的情况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周三在2021金融街论坛年会开幕式的书面致辞中指出 要处置好少数大型企业违约的风险 目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个别问题 但风险总体可控 合理的资金需求正得到满足 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整体态势不会改变 人民银行行长逸刚同一日 在出席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时表示 恒大风险是个案风险 有信心能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 避免发生系统性的风险 自由亚洲电台潘嘉诚报道 中国当局提出商减打击校外培训机构后 民间转投向异体类的培训 但近日人民日报等等官媒提出 强化对校外艺术教育机构的监管 并且对师资质量、教学内容、收费标准等等进行考评 业内人士分析 官方很快就会出台相关的政策 由乔龙请问报道 据成都商报和教育报网站报道 商减落地之后 传统学科类培训骤然降温 逍宜艺术类培训 例如声乐、舞蹈、乐器和画画等 就越来越火热 甚至不少学科类培训机构 在转型的时候 也将重心放在艺术和体育内培训 因为这块监管相对松一点 但这种松的状态可能很快要改变 人民日报今天星期三发文 明确提出 强化对校外艺术教育机构的监管 将办学宗旨、教学场所、设施设备、办学经费 教师队伍和教学计划等 立入考核 并且对师资质量、教学内容、收费标准 和用户体验等 进行综合考评 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熟悉教培行业情况的黄斌 星期五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目前各地教育局 对艺术类培训机构 没有相关政策指引 只需要到当地的工商局注册就可以 注册时一定要加上自己培训的一些范围 比如说什么舞蹈、美术、画画、唱歌 使这个机构合法化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 有的地方会存在监管盲区 政府也发现没有相关的规定 应该属于三部管 即便申请了教育部门也不预议审批 所以它就以课外培训为主 第三个就是教育部门 他相信政府即将对艺术培训出手整顿 体育培训也将会被纳入监管范围 相关政策可能视为伤减的延伸 高了高额的费用 频繁出现那种跑路的行为 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进行双减 他们这些艺术和体育类的资金监管 还是一个漏洞 他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将这些机构引向商业地产 不是常规的那种学校门口的居民楼里 老旧商业楼内 都会现在就是让他们都清除于这些地方 《人民日报》的文章写道 目前一些校外艺术教育机构 将艺术考级和艺术高考作为艺术学习的主要目标 分略了学生艺术素养的有效提升 要打破的就是现在市面上 层出不穷的艺术应试和体育应试的倾向 文章要求主管部门 要建立校外艺术教育评价制度 强化行政监管 报道引述业内人士分析说 结合当下艺体类教育所存在的私自混乱 收费不受限制 同应事化倾向等问题 再来看艺体类机构的监管 已经在路上了 据报目前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艺术教育研究中心 正在逐步对全国艺术培训机构进行规范 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为校园和社区等 输送更多有质量的教育产品和服务 并且将会逐步对不合格的艺术培训机构进行淘汰 两个月之前 中国政府推出的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美国南球明星坎特 星期三在社交平台发帖 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进行文化种族灭绝 并且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 中国也随即封杀坎特 和他所属的波士顿海尔特人队 综合外电报道 坎特在一系列的社交媒体贴文之中 批评中国对西藏的政策 包括一段两分钟的视频 其中他穿着一件 印有西藏流亡精神领袖 达拉拉玛图像的T恤 坎特在视频之中说 我在这里发声 说出西藏正是发生的事 在中国政府的残酷统治之下 西藏人民丧失了其基本的权利和自由 贴文之中有一段的文字 描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 在星期三夜晚 海尔特人对纽约尼克斯的赛季揭幕战之中 坎特穿着一对印有自由西藏字眼的波鞋 在中国的播放串流媒体服务之中 并没有这场比赛 坎特在赛后的推特上写 一百五十几个西藏人活活烧死了自己 希望这样的行为能引起大家对西藏更多的关注 我和我西藏的兄弟姐妹站在一起 我支持他们争取自由 在坎特高调批评中共政权之后 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的中国合作伙伴腾讯公司 也都随即停止了对该队的所有比赛访问 所有可以突然队的比赛 包括当前和全党的比赛 以及是比赛的精华片段 在中国已经不可以再看到 星期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每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向记者说 坎特只是拨眼球 求关注 他的贸论不值一拨 汪文斌甚至说 中共在西藏创造了一部跨千年的奇迹 说绝对不能接受那些 对西藏发展进步的攻击抹黑 坎特一直有在政治问题上表态 作为一个土耳其人 他一直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安卡拉为他贴上了恐怖组织成员的标签 坎特否认了这一点 说他的护照在2017年被土耳其政府吊烧 有中国小粉红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猛烈评击 这位球员和海尔特人队 在他批评习近平之后 他的名字似乎在腾讯的微博信息平台上被屏蔽 推特在中国是被禁止的 北京认为达赖拉玛是分裂分子 自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军并且控制西藏以来 在中国所谓的和平解放期间 北京一直统治着西藏 这种紧张的局面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NBA声称保障其球员和教练的言论自由权利 但是有希望和北京的专制政权保持良好关系 以维持其数以10亿美元的广播协议的收益 在2019年10月 当时担任优斯顿火箭队总经理的莫磊 在推特上支持香港人的反送中运动 中国立即禁止转播赛时 大量相关的广告被删除 赞助商也开始跳槽 据NBA估计 在2019-2020赛季 单单是这条推特 就令到他们损失了4亿多美元 当NBA比赛重新回到腾讯的时候 停播事件最终结束 但是中共中央电视台在事件发生之后 只是播出了两场比赛 而莫磊转而为费城7、6人队工作的时候 腾讯将他们由转播计划之中剔裁 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后 NBA专员西尔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目前我们还未清楚 我们今年是否会回到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上 人权组织一直敦促在中国有生意业务的美国企业 站出来反对中国政府 目前他们里面有一些人 正是呼吁美国奥运会和残奥会委员会 杯葛在明年2月举行的北京冬奥会 因为有记录显示 西藏人、香港人 和为吴义族穆斯林的人权受到侵犯 更多详细的新闻和评论 请到本台粤语组的官网和社交媒体 收听收看 多谢